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看到在最近波頓訪台 他一直要待到5月1號 而他在昨天的時候 他有一場公開的演講 而他裡頭就提到說 當台灣人不再自認識中國人的時候 那麼上海公報是不是就應該要改變呢 而且他是說用有趣的歷史文件 這樣的說法來說到九二共識 他就說1972年上海公報 提到一個中國為例說 如果台灣這邊沒有人再這樣子 自己覺得說是中國人的話 這個上海公報是不是等於形同 現在其實也沒有什麼意義了呢 好 說到九二共識 其實馬遷總統相當在意 他現在準備要結束希臘的行程 準備要返回台灣了 他當然在裡頭就提到說 兩岸應該要進行避戰的談話 而他也批蔡總統說是違憲 以及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不過就是這樣的違憲論 當然就引起綠營跳跤 我們看到連行政院長陳建仁 也痛批說 這個馬遷總統的出訪言行 讓國人感到相當的失望 而民進黨立委 一個罵得比一個凶 你看許志傑就說 馬遷走去希臘 被矮話不說 還不譴責打壓他的幕後黑手 反而是只敢批評蔡總統 那王定宇也說 這個失格 這是在幫中共對台的軍事 威脅洗白嗎 馬半則是也回嗆 說這個陸委會已經沒有功能了 應該要解散 不過說到 如果真的美國要大陸改上海公報 我們到底要聽嗎 那聽的話 那蔡總統敢不敢也修憲呢 我們看到其實兩岸之間 還是有很多貿易上的往來 上次陸委會自己也坦言說 不希望要終止EGFA 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 兩岸相關的業者滿大的損失 也傷害兩岸的經貿關係 而根據大陸的貿易幣也調查 台灣是有200項的農產品 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在政治的角力上 現在是不是犧牲了 是這些業者以及人民 為了政府的面子 但是經濟該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看到在國際上 很多交流 現在大家也很擔心 還有就是在邦交國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南美洲 現在要帶來進行選舉 我們唯一的 這個南美洲的邦交國巴拉圭 是不是有可能也因為經濟 而跟台灣斷交呢 那麼當然就是巴拉圭 目前已經是我們唯一 在南美洲的建交國家了 可是現在在野聯盟 就揚言說 應該對這件事情進行檢討 所以這個選舉 已經不只是巴拉圭 當地的選舉而已了 而是整個地緣政治 可能會產生非常大的政治影響 好 可是就有巴拉圭的學者 非常的悲觀 他說其實不管是誰贏 遲早都會和我們斷交的 他說其實巴拉圭 總有一天會跟北京建交 因為巴拉圭很簡單 需要的就是中國的市場和資金 那麼現在反對派的候選人 是這位艾里格里 他其實讓親中的態度是比較明確的 所以他也很明白的說 就是說要和台灣維繫所謂的邦交 會導致巴拉圭的黃豆和牛肉 就是等等的出口到大陸 可能會有一些受到影響 所以他說我們正在陽台上觀看派對 那當然現在這一件事情 也不是只有台灣跟巴拉圭這件事情 或者是中國大陸跟巴拉圭這件事情 你看到美國 這個當然也極力勸說 甚至美國有學者就喊話巴拉圭說 你看看要看看其他國家 他要投報中國大陸是必大於利 為什麼他說像是薩爾瓦多 巴拿馬等等 你看投報中國大陸 只有少數人真的獲利 反而是隱狼入室 讓北京可以影響或是掌控當地的政府 不過這個喊話真的有用嗎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之前 這個宏都拉斯的事件 美國也出手了 可是最後沒有結果 那巴拉圭的大選 現在很有可能 會不會是台灣在拉美 又一次失敗的開始 甚至這背後是不是也代表說 美國在中南美洲的影響力下降 莫斯科就有學者說 美國已經被束縛住了 當然他們會不滿 可能也會勒索巴拉圭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 實際的做些什麼 來影響巴拉圭的選舉了 先請教楊明哥 怎麼看說這個 當然滿久到希臘這件事情 從國民怎麼稱呼它 到現在連違憲論也被綠 好像撿到槍一樣 首先就是說 在馬前總統到希臘去 座談會裡面去分享的 相關的論述 其實他在國內都講過很多次 像去年國慶的這個之前 他就特別提到 呼籲蔡總統不要再講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他說因為這樣是違憲的 其實這樣的論述 早就講過了 這一次為什麼要刻意去 把它放大 或者說針對他 比如說裡面講到 中華民國在台灣 就是一個中國的這個概念 其實老實說 這個在過去國民黨執政 一直都是秉持這個 所謂憲法架構來去 進行兩岸的論述 當然2016年民進黨執政之後 當然是否定了這樣的論述 可是現階段為什麼又要把這個事情 不斷的放大 當然是因為選舉跟政治有關 當然也跟現階段的兩岸局勢 有很大的關係 現在的民進黨是不允許 在國際上有民進黨的論述以外的聲音 因此當馬前總統他今天講的這個 他過去執政時期的 這樣的論述的時候 民進黨必須要盡快的去消毒 去把這個滅火 不要讓這樣的聲音繼續存在 但這也是民進黨一直以來 為什麼執政這麼強勢的主因 當然其實我們就把這個 波頓的這句話攤開來一起看 不是 上海公報 那是美國跟中國大陸簽的 那你對這個有 不是 你對這個有意見 你選上總統你去改 一樣 所以一樣 好 現在你對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 民進黨政府對中華民國憲法有意見 趕快改 趕快改 趕快修 我告訴大家 過去有多少民進黨的立委 想要動這個憲法 可是光是2008年我聽到就有 那時候蔡英文還沒有當總統 她是當黨主席 那時候因為就有一些立委就是想要衝撞 衝撞什麼 就是想要去 至少我今天提修憲 好 結果光是這個提案提出來 媒體一報導 就被蔡英文找去約談 這個你不要動 這是已經發生很多次 但是後來你看包括蔡逸宇 後來想要去動這個什麼 國家統一權有沒有 一樣 後來全部都不准提 民進黨你又跟我們講說 憲法這個架構不符合現實 然後你又不去修它 你連想要提案都不行 連想要提案都不行 那你怎麼告訴我們說你的 你的這個所謂的台灣本土的論述 是合乎現實的 你連你自己都不做 那你至少先從這個兩岸 你說你這個比如說 兩岸就是一邊一國 好 那請把我們的憲法修正吧 就算今天你說國會 我席次還沒有辦法超過這麼多 你連衝撞都沒有衝撞 你連論述都沒有論述 你就直接跳過這個階段 說我們現在就是怎麼樣 那你連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一個體制最重要 最高的那個根本大法 不就是憲法嗎 你連憲法都不顧 那至少你要去修 你也不修 然後你只在國際上 一直不斷的喊 我們台灣就是獨立的國家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你先對內論述 不要急著把人都貼上 中共同路人的標籤 因為對於馬建東來講 這一場論述裡面最重要 他是強調維持現狀 他最強調的是 我們要如何和平的維持現狀 而談這個和平的基礎 應該是他 馬前總統認為是九二共識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狀態下面 如果當然對民進黨來講 他們不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在民進黨來講 就是要把馬前總統 打成中共同路人 這樣國民黨以後 連選都不用選 這好像跟 您講意見不一樣 會被貼標籤來 鎮宇怎麼看 說這個 現在當然這個為了面子 難道我們要失去經濟嗎 所以就是 就是看大家有沒有民主DNA 覺得到民進黨的講法就是 為了民主DNA 對 為了民主DNA 我們就算犧牲了經濟 大家吃不飽 穿不暖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有民主DNA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你們 應該是說我覺得 你在問蔡英文也沒有用了啦 應該是說 修不修憲這個議題 或者是說接下來 我們到底跟中國之間的 兩邊的貿易順差 等等的台灣的紅利 賴清德你怎麼面對 包含不管是侯友宜 郭台銘 甚至是柯文哲 我們都要去好好去面對 接下來下一步 到底台灣要怎麼走 這才是 喂 你要知道我們因為在 所謂當年的九二共識之下 中國大陸的讓利 其實台灣人 其實大家一直都是被蒙在谷底的 那我相信為什麼這一次 他們要用貿易的壁壘調查 這一塊就是要讓民進黨 他們接招 一個一個來去算 等於說民進黨 你不能再用含糊的方式 來去帶過 這些所謂經濟上的讓利了 那對於現在 當初你們說要終止ECFA等等 這些到底蔡政府 你要怎麼樣來去面對台灣 這些年來 每年基本上都有 百億以上的貿易順差 難道台灣還是要這樣拱手 這樣子白白的讓我們的貿易 經濟這一塊 直接毀在你所謂的面子上面嗎 到底是面子重要還是理直重要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政府 你們要好好去思考清楚的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賴清德也好 難道台灣的經濟體 就是要這樣被你們搞壞嗎 民生都顧不好了 連經濟都不行 那就要更別談來外交了 那你看嘛 為什麼這幾年來 不管是美國的候選人也好 或者是說現在 巴拉圭的候選人也好 就是往往把台灣的 台灣的主權這一塊拉在手上 其實我們還是 我還是要再強調一句話 我們不要一直把我們的國政 或者是說我們國內自己的分裂 拿到外交場合上 國政跟外交不要混為一談 因為台灣在 你看啊 其實他的候選人就直接說了 跟台灣邦交 沒有任何達到 沒有經濟貿易上面的好處 所以他們不得不去向中國 來去建交這個可能性 因為他們的學者都去講出來了 那外交場上坦白講 我們不是在跟你講人意道德 我們是在講國家實力 如果今天我們在外交上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相對之間 我們互惠之間的好處之話 他當然會選擇跟中國 那就像民進黨現在很多立委都 喊話說 因為在我們上次的 宏多拉斯斷交之後 就說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應該要來去講雙重承認 這一次波頓也有講到說 雙重承認這件事情 那請問一下到底要怎麼雙重承認 那蔡英文政府 你現在到底要怎麼面對台灣 有可能又要再少掉一個邦交國 在你的任內 可能就是要邁向第十個斷交了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人期待的嗎 當然我們在國際間 本來我們的被大家認識 或者說被討論度 甚至連影響到大選 這一次都連台灣 都已經被國際看見了 但是這樣對台灣真的是好的嗎 這個我們要好好去思考 同時間對於中國大陸 他們用財大切出的金錢外交上 大家很多人都說 蔡政府都是金錢外交等等的 其實各個國家都一樣 你要用金錢外交 還是說貿易經濟外交 如果今天他們的牛肉跟黃豆 在台灣完全沒有市場的狀態下 對於他們的領導人來說 當然要以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 以及民生經濟為優先 跟我們台灣不同 各個國家的領導人 都是以他們國家的經濟 民生為主要的考量建交的條件 但是我們台灣不是 我們往往都是為了面子 那你到底 台灣人民自己過得好不好 經濟到底有沒有影響 不重要 台灣自己的面子比較重要 面子比李子重要 不要忘記 面子是人家給你的 李子是自己振的 所以我覺得正是蔡政府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賴清德也好 你們要去好好去審實 下一步到底台灣 在國際的處境該怎麼做 袁哲哥怎麼看 這個李子是不是被蒙蔽了 台灣人 就台灣大概一年的總預算 是兩兆多 按照韓國瑜的比喻 他就很像一個生日蛋糕 推出來對不對 大家都要開始分 你如果國防預算 你分多一點 你其他像社福 教育 發展經濟的錢就變少了 波頓這次來 他有一個 你知道他有一個建議 他說他建議台灣的國防預算 應該要跟美國一樣 提高到GDP的5點多% 台灣現在是2.4% 等於是提高到5點多% 是說我們國防預算要加倍 你說你加倍的話 那是不是其他的 我們的預算就減少了 減少部分當然就李子的部分 對不對 你給整個社會的照顧就變少了 你發展教育的經費就變少 我們要走到這一步嗎 更何況根據美國他們眾議院的兵推 他說只要一旦嚇阻失敗 台灣就會有8萬個解放軍 就上台灣了 我想問什麼叫做嚇阻失敗 要怎麼樣才能夠達到嚇阻成功 是不是就要買很多很多武器 所以你現在看 美國這些人來台灣 其實推廣的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都是買武器 他們下個禮拜不是有25家軍火商要來嗎 對不對 那個洛瑪還有雷神什麼都要來對不對 他們要美其名說 總統府現在在洗風向說 他們是要來發展這個軍火的供應鏈 可以讓台灣的一些關鍵的零組件 可以供應給軍火商去發展武器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們現在武器單子太多 生產不出來 所以只要能夠把武器生產的出來 就可以賣得出去 那到時候台灣是不是 也是變成最大的買家 這就是美國人在想的這一塊 所以你越宣傳這一塊 反而就會忽略了有沒有避站可能 那馬英九就是現在 看得出來就是最想要避站的 怎麼避站呢 回歸憲法 憲法就是這樣 憲法裡面大陸關係 台灣關係 然後九二公司 大家好好談 話題唯有 到底有什麼不好我們不曉得 那波頓講說 這招沒有用 你這個 他說你只要釋軟 也是一種挑釁 只有要備戰才棒 之前那個亮哥不是也講嗎 亮哥說備戰才能指戰是 你武力差不多的時候 人家講的 當你的軍事實力差到很多 你備戰也沒有辦法去 達到嚇阻作用的時候 也沒辦法指戰 所以這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選擇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最可怕的就是 他總統明明就是根據 中華民國憲法所選出來的職務 可是他卻不遵守這個憲法 這個憲法講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就 馬英九在講憲法的時候 他說馬英九你這不對 什麼時候在台灣 守中華民國憲法 也變成一種錯誤 這就是最誇張的地方 這個憲法變成自助餐 我想吃的時候 我想要權位的時候 我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 但是我不想要 他裡面講的東西的時候 又開始講說這個沒關係 那你陸委會你要不要先廢掉 你陸委會 你陸委會先廢掉 我們再相信你講的是真的好不好 所以這個當然面子 例子就看大家怎麼選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